弟兄姊妹平安 我们来分享今天的经文 在约书亚纪第一章六到七节 那边说 你当刚强壮胆 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文业 就是我向他们列祖启示应许赐给他们的地 只要刚强大大壮胆 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 不可偏离左右 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 在圣经当中 其实有很多人都是我们的榜样 我们可以想到很多保罗彼得 以利亚摩西大卫等等 那这些人呢 不单是对神有无比的爱 他们也是一群需要勇气的人 其实神可以使用各样性格的人 不管你是内向外向 或是别人认为是很奇怪的性格 其实你会发现圣经到处都是这样的人 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 当他们被神使用的时候 他们拥有的就是勇气 他们面对神的命令 而这个命令是要在一个抵挡神的世界当中 去执行 那这个绝对需要顺服 也需要勇气来推动 其实再怎么坚强的生命都会遇到许多的困难 跟危机 而遇到这些困难 我们只有两种选择 一个是退缩 或者我们是突破 退缩的结局 那只有失败 但突破却有得胜的机会 所以这里这段经文提到 约苏亚 这个继承摩西位置的领袖 神命令他要带领第二代的以色列人 进入迦南地 这个是令人畏惧的角色 首先呢 在他之前担任这个位置 是一个德高望重 大有能力的属灵委人 叫摩西 这个就好像是刚毕业的神学生 马上就要取代 这个资深的主任牧师的位置 要带领整个教会 这个怎么能不怕呢 那么第二个呢 他所要面对的是一群 比以色列人还要高 大强壮的敌人 然后最后他所引领的 是一群没有什么太多 作战经验的 这些的年轻以色列人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面 其实任何人都要怕 但神却重复不断 在约苏亚记第一章 告诉他三次要刚强壮胆 那么从这段经文 我们可以看到 为什么要刚强壮胆 我们有什么样的凭据 可以刚强壮胆 其实这个经文 告诉我们两个事实 第一个事实就是 我们可以刚强壮胆 因为神永远与他的子民同在 神保证他会与以色列人 一直进入迦南地 绝对不会撇弃他们 事实上神虽然审判 第一代以色列人 不能进入迦南 但也从来没有断绝过 对以色列人的供应 而对今天的基督徒来说 神与我们的同在的事实 也未曾改变 过去神怎么样跟以色列人同在 今日神也跟基督徒同在 而且神事实上是用一个 更亲密的方式 与基督徒同在 就是那位圣灵 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 他是亲爱的圣灵 是我们的保慧师 他一直住在我们里面 永不离开 第二个我们可以刚强壮胆的原因 是神永远走在他子民的前面 在约书亚记第一章十一节说 你们要走遍营中 吩咐百姓说 当预备食物 因为三日之内 你们要过这约旦河 进去得耶和华 你们神赐你们为业之地 请注意 当神要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 进入迦南地的时候 是进去得所赐之地 他并没有说你要进去占领 或是进去争战打仗 然后付出很多的血汗 因为这个是神赐给他们的 表示说这个地神早就占领了 神早就得胜了 人所需要的只是凭着信心去得就可以了 得那个礼物 得那个赏赐 对不对 所以神早在以色列人到达应许地之前 就已经处理了敌人的问题 虽然以色列人 他可能还要面对那些的敌人 但是他们只要顺服跟相信 神已经保证 他们可以轻松的获胜 只要他们跟随神的旨意 同样的对基督徒来说 神永远是走在我们的前头 耶稣基督已经在我们之前预备了地方 而我们天上的产业也已经稳固 我们的救恩也已经稳固了 所以呢 我们不需要去害怕 我们只要紧紧地去跟随神 许多人在生命当中 在侍奉当中失败 最大的原因是他们想走在神的前面 想要凭着自己的力量 血气 心意去做 去争战 去打仗 去占领 而不是去祷告 寻求神的帮助 那么这个怎么能不失败呢 如果一个人要独自面对世界上 这么多的苦难跟试炼 怎么能不害怕呢 但是我们要记住 我们是跟随者 而不是一个带领者 永远跟随神的脚步 相信神的同在 你会发现 那个勇气就会逐渐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遇掉 因为我们发现 我们没无所畏惧 因为既然神与我们同在 神就在我们前面 我们还怕什么呢 今天我们也能够像约书亚一样 去得着那神赐给我们唯业之地 不管在任何的地方 愿主赐合大家 在这个清闲当中 我们继续 我们凭着信心来祷告 我们也走在神的心意当中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上帝 我们谢谢你 只是谢谢你带领我们 今天这个早晨 我们能够一起来分享主的话语 我们也相信主 你与我们同在 你就在我们的前头 不管我们今天所要遇到 什么样的征战 需要什么样的试炼 多困难 主我们无所畏惧 当我们依靠你 当我们相信你 当我们顺服在主你的旨意当中 我们听圣灵的声音去行的时候 主你要为我们征战 主你要为我们得胜 主我们谢谢你 我们是何等的蒙福 我们这样的软弱 但主你一直在帮助我们 愿主你继续来祝福我们这一天的生活 让我们这一天能够荣耀你 这样祷告感谢 通告主耶稣基督的圣灵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